的确以往的肠病毒疫情通常是在三四月的时候会进入流行 五六月的时候会达到高峰 那么当时序快要进到冬季的时候呢 已知到了十一十二月份 肠病毒的个案通常呢都是会比较零星 但是今年的确是非常的不一样 直到现在就诊人数还是非常的多 光是上个礼拜就诊的呢 就有一点九万人是验出了肠病毒确诊 那么还出现了一例感染肠病毒并发重症的确定病例 是一名南部未满一个月大的新生儿 他感染是克沙奇病毒B4并发了心肌炎还有肝炎等重症 而目前的机关署预测说 这个疫情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 到了这个月底才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那么到时候的单周就诊人数呢 预过会超过两万例 一直到到十二月底才会脱离流行 那么也因此是在今天决定要发布至一届通寒来试警 临床医师要来保持警觉 要掌握黄金的治疗时间 尤其是雪凌晨的幼儿属于肠病毒重症的高风险族群 而且年纪越小风险越高 也会起临床医师特别的注意 只要有一次个案就会尽早做好相关的处置 避免演变成重症发生